国内知名的临时品牌乖乖 那么创办人廖金岗在上周因病过世享受91岁 这个临时在台湾一卖45年 一年的营业额可以做到台币10亿 而这个它其实呢是做进口药品起家的 1968年才跨足食品业 推出了这个乖乖这个品牌越做越大 现在反而很少人记得它的本业其实是药厂 乖乖乖乖乖 听到首席的旋律 老字号临时品牌乖乖和乖乖哥 是临时界长青树 卖了45年一年营业额可以做到10亿台币 但一手推身乖乖的创办人廖金岗 上周过世了享受91岁 生前卖了45年很少对外曝光 身后事也超低调 乖乖公司只证实创办人死讯 但不希望引起外界关注 但廖金岗其实是做进口药品起家 1964年成立东大制药 最出名的就是胃药 但四年后才跨足食品推出乖乖 成了台湾的国民零食 不过在民众记忆里 乖乖可不只是拿来吃而已 你吃乖乖 电脑乖乖 乖乖不是拿来吃 反而变成电脑或资讯院 办公室风水传说 有一种绿色的产品可以摆在上面 那那个时候市面上最普遍 然后最受欢迎的 相对来讲还很便宜啊 那时候大概10块左右 就是绿色的椰子口味的乖乖 原来要祈求激起平安 颜色改要挑对 不能放红色巧克力口味 因为这代表红灯 五香是黄灯代表当机 只有绿色椰子口味的乖乖 代表绿灯平安safe 在电脑上面放乖乖啊 那个电脑会比较乖啊 会比较跑得比较顺 我只有看过同事这样做 然后我只是以为他要吃 我也没多想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迷信 我想说他应该就是 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迷信吧 除了电脑 主机 机房 就连提款机上 都有人放乖乖 不过也有人觉得太迷信 有没有效果见仁见智 看来创办人廖金港 当年帮品牌取个好记忆的名字之外 也让临时成了另一种风水传说 周年新闻张卡亮临姐 台北三方报道